我是邓伦,今年26岁 爱情是白色的吧 我觉得爱情还是需要去创造 可能之后它会变成彩色的 但刚开始的爱情 我向往的爱情是白色的 它就是一个爱情 就是一个你爱我很单纯美好的一件事 简单爱吧 因为每个人还是希望自己的爱情 能单纯美好的 简简单单平凡的就好 老虎吧 我觉得老虎很多面 老虎又很乖很可爱的时候 然后像一只大猫一样 它有自己的那个性格和自己 那个凶狠戒 我觉得也挺可爱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包容和理解吧 因为我真的我本身不是一个特别 不擅长小情话的人 两个人真的遇到一个问题 或者是遇到一个小坎坷的时候 首先要沟通 就是我一定要理解你的想法 因为在我看来 不管谁跟谁在一起 两个人永远是两个单独的个体 我们不可能随时通过我们彼此的想法 这是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沟通很重要 你要告诉我你的想法 我要告诉你我的想法 两个人在这个不同的想法之中 找一个共同点 然后那不同的怎么办呢 不同的生下来就要去包容 去理解 我觉得如果爱的话 应该会可以去理解 对 有可能会直说吧 但我想象不到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 我觉得一切随感觉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生活中最舒服的感觉是那种 就是 哪怕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内 但是 两个人还是能去做各自的事情 比如说 我看书啊 你看电影 其实 但是 但是那个感觉都在这个空间里 能明白那种感觉吗 就是两个人不是一直都在 就是要腻在一起 然后就一天都在 其实也不是 我觉得那个感觉特别舒服 是两人在一个空间内 然后但其实 在表面上相互不大了 但其实心里 就在哪怕在一个空间内 然后还想着对方的那种感觉 紧密这样呢 紧密就会 就会显得很 很纯净 就是 她在戏里 不管是她对于 她对于爱情的理解 还是对于 任何事件导致她 比如说她觉得是她爱的人 把她的 把她的父母给杀了 或者是任何人 她的表现方式都很直接 那这种直接不是说她 她的行为很凶残或者很残忍 而她的思维就是很简单 我只去追求这个世界上干净的那些东西 在更小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一个 大家总说的梦中情人的一个形象 对 比如长头画啊 或者是白雪公主那样的 对 到了现在呢 可能没有一个大概的样子 或者是一个 准确的一个标准 我觉得现在更多的是看 看感觉吧 可能那个 两个人 两个人 遇见彼此了以后 相互的那种 那种 磁场和感觉 对了可能 一切的面对了 我觉得为了自己的爱情 要 好好的 坚持下去 要 坚持在对方身边陪伴着彼此 我觉得这一点最重要 不管发生什么问题 我觉得 两个人能在一起 真的比什么都珍贵 不讲理了吧 真的不讲理 我觉得 如果是真的啊 如果是很认真的不讲理 那就 那 那我觉得 我首先要把 我觉得 我觉得是对的 和我的想法我要告诉他 如果他能理解的话 那两个人安忍不实 那如果 如果他真的理解不了的话 我觉得 嗯 我就 这就把这件事情放一放 那就 那就不要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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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